据俄罗斯消息报3号援引飞行雷达网站的消息报道 9月25号至26号的夜间 该网站记录到一架美军直升机在北溪1和北溪2管道上空飞行 报道还称美军于9月10号、19号以及9月22号至23号夜间 分别在天然气管道上直飞 美军的航迹说明其在天然气管道水域上方 开展了观察飞行或巡逻飞行 而在北溪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前一天的夜里 直飞直升机的航迹尤其令人难以理解